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一点吧 你确实是出色的赤喉 谢谢 这女孩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冷卧 看你这炮灰得意的样子 祖凡 看不出来你一个预备役应该很熟练嘛 可惜姿质太差 永远只能当个预备役 抱别人大腿 穆哲 你少说两句 对不起啊 我不小心说了实话 小兄弟不要介意 这家伙就喜欢开玩笑 大叔还真是老好人哪 不像这家伙 刚才战斗中使坏的事情 我可是一清二楚 音乐小姐 警戒还是我来吧 请税 反正战斗我也帮不上什么 根据协议内容 需要两个人一起巡逻警戒 我是在履行协议 听音乐小姐你们的本业 不是本业 是金海市内容 为何会到这里你一起收拾 这是家族的成年试炼内容 你呢 这里 这里对你来说太危险了吧 我 我 是为了 好痛 什么都看不清了 幸好带了夜市衣 咱们也太倒霉了 竟然碰到通道塌陷 索凡 检查清楚了吗 哦 可能是地质问题 引起的塌陷 咱们下落了至少二十 只能找其他出口了 你知道其他地铁出口的位置吗 嗯 很清楚 我来之前准备很充分 从这里出去 很快就能到出口 如果 到了通畅的话 光线越来越亮 看来是这边了 嗯 终极星雨战士的目楼 能够是黑暗如白昼 比夜市镜都好使 怎么了 音乐小姐 有动静 一级怪物 不止一级 我怎么啥都没听到 你没听到不奇怪 这是我的剑告诉我的 这就是终极星雨战士的剑感吗 剑 请可感知怪兽的气息 你来了 你令月一念 耶 令月小姐 我来帮你 最后 你的实力只会添乱 剑感 入境 好强 这就是慕念月的真正的实力吗 再次击杀一级怪物 系统适配速度加快 来 走吧 去出口 怎么回事 这似乎 是从外面被堵上了 音乐小姐 你这是 这句话 应该是我问你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就因为 我没找到对的出口吗 我只是视他立下 这些意外太过巧合了 巧合 难道 通道塌陷 还有出口被堵不是意外 而是人为 是针对我来的 抱歉 将你卷了进来 星雨家族的内斗王 星雨家族 和这个末世一样 弱肉强势 若想从家族中崛起 既要完成指定的 寿窟狩猎人物 还要面对 来自家族内部的对手 左凡 还有其他出口吗 嗯 我想想 有了 音乐小姐跟我来 左凡 谢谢 和你组队 我很幸运 不客气 音乐小姐 其实 我也有话要对你说 你 你说吧 能不能跑慢一点 我快喘不过气了 咱们休息一下吧 你们 你们终极星雨战士还真厉害 在这种密闭的地下室狂跑 都不带喘的 左凡 你一个预备役 却接了一级任务 干这么危险的工作 是很缺钱吗 嗯 不然我一个预备役 可必到一级兽库来送死 父亲的死缓刑期 只剩不到两年了 我一定要查出真相 要是没有那些怪兽就好了 真想再去你和我相识的海边看一看 一定会的 等我扫平了这些兽库 那一年 母亲走了 据说是为了救人 死在小型兽庄中 年幼的我不明事事 却在阵亡名单中 看见母亲的名字 景君兰 这里面 一定有别的内幕 抱歉 我不该问这些私人的问题 没关系 我休息得差不多了 走吧 音乐小姐 太好了 终于出来了 小心 音乐小姐 你没事吧 可恶 剑上有毒 必须把剑拔出来 你忍着点 音乐小姐 现在没有解毒的条件 我带了一些止疼药 你先扶下吧 我真没想到 背叛我的人 居然是你 喊虎叔 コレ 中文字幕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